当我操作着风 在你的世界降落 在你身边混绕着 你问我来自哪里 笑着回答是秘密 只要是你和我一起穿舍去 天堂下随时和随地 哈喽哈喽 鲜辣麦克风有卖最放松 各位好朋友欢迎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我是DJ麦麦麦同学 最近鲜辣麦克风刮什么风呢 单一风无聊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我们最近刮的是混搭 今天刚好来了一些好朋友 他们自己所属的组合 完全就是一个庞大的团体 叫做XO 他们就是其中的六位在中国发展的成员 欢迎XOM 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XOM 有气势 好请坐 熟悉你们的朋友已经看到了你们很多的成绩 那今天同样在我们这个网络内端 有很多可能第一次认识你们的朋友 我们先让大家好好的认识你们 每个人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XOM的队长 大家好我是XOM的队长 大家好我是XOM的成员 大家好我是XOM的成员 是,那这个出道之后呢,其实从一开始你们的showcase的期间,别还没有出来,包括也有很多类似音乐都没有放过,到现在呢,已经完全有自己的一个迷你一个专辑了,对不对,给大家来好好的推荐一下吧。 我们这张专辑是我们第一张迷你专辑,然后呢是跟我们的兄弟组合,就是SOK,是使用就同样的歌曲,但是用不一样的语言去演一张这首一样的同样的歌曲, 然后同样的舞蹈,对,因为我们是EXO一个12人的大组合,但是我们其实是现在目前是分开在两地不同,同一时间活动,那么我们是EXO M主要在中国内地活动,然后SOK呢,他们主要在韩国那边活动,对。 我们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一共有六首,然后第一是我们主打歌妈妈,是一首非常强劲有力的歌曲。 然后呢,也有抒情漫歌,比方说你的世界,或者是说抒情中也略带韵律和节奏的那个What is love,是,而且还有几句洗脑功效的,今晚就多了个多了个,对不对,对,而且是比较偏向于舞曲的那首Two Moons,对,都挺不错的,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张专辑所有的歌曲。 嗯,那从当时呢,这个在一直训练生的期间,到后来呢,可以有自己的showcase的舞台,到现在呢,取得了那么多成绩,然后呢,也上了很多的通告,尤其是呢,在这个中国,有像我们的EXO M在中国活动嘛,然后上过了一圈通告过后,然后呢,你现在上节目会不会还很紧张? 多多少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因为上台今天都会紧张。 真的吗?那你们现在舞台上表演的话,还会紧张吗? 上舞台表演的话,应该不太会紧张。 我觉得我们这里面,上舞台最不紧张的一个就是涛。 因为呢,我对涛呢,也有特别的印象,我和涛呢都是山东人嘛。 然后呢,将showcase的现场呢,就是大家每一个人呢,就是很开心很兴奋,第一次在中国,然后,就眼睛都瞪得特别圆,然后只有涛一个人就默默这样子,然后你知道,甚至,我说,哎,他刚好站我旁边。 然后呢,趁你在说话的时候,我说,涛,你怎么了? 然后呢,他就默默回答我说,我咬了。 哈哈哈,你能听懂吗? 听懂。 他可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状况。 是吗? 对啊。 嗯,那次那个,可能,在韩国那次showcase之前,可能腰就是受过伤,然后还没有完全好,然后就到中国showcase那个时候,可能就开始,就是发病已经开始,又开始疼了。 你看,又开始什么?大家听到了没有? 然后,就是那个,行用长沙的那个表达来说,疼应该怎么讲? 疼,疼,疼。 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呃,我们的XY,我们的音乐,包括呢,自己的生活的状态。 呃,你们当时当训练生的时候,和现在变化应该很大。 呃,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现在比如说,就是心理立场。 其实可以想想到心理立场的生活,觉得现在心理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就是说,嗯,我们红的,觉得有点不一样的,出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额头都抬45度的感觉,有没有? 嗯,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是,现在以后,出道以后,不是抬45度,是第45度,是吗? 嗯,因为,可能每次,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特别支持我们,每次我们到哪儿都给我们最好的应用。 对,所以我们可能,哦,我们刚刚出道嘛,一切都是,都刚刚开始,但是,粉丝朋友这么支持我们,我就觉得,哦,真的。 那,包括现在呢,也是在中国发展,然后呢,和,就是XOK,你们的自己的另外一个,原生兄弟,然后呢,你的精神到两地了。 那现在会不会也通过一些别的特别的方式,怎么能保持人用? 嗯,其实,我们和K呢,还是有挺多见面的机会的,比方说,一旦有那些特殊的舞台,大的舞台,我们和K都一定会见面。 是,因为我看到了前的时间里的视频,就是回去的第一次的合级舞台。 哇,你们那个表演,我觉得,我真的不是说因为你们来了,我在讲,我觉得暗笔K在那场表演里面,可能,气势会更强一些。 因为,好像我们大家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一些comeback show,但是你们呢,就大家都很期待,你们可以,就是跟他们合级。 然后呢,我会发现那一集呢,暗笔K在里面表现特别的卖力,而且特别的,是不是,就是自己,要不要为自己自助长。 嗯,暗笔K,我们大家都挺努力在跳,主要是我觉得还是合体的力量比较大了。 嗯,aptain,大肖女儿,嗨,嗨,嗨! 你好,嗯。 因为,因为,我说陈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它很多领感,包括它的音 Gotal,也是非常稳持。 包括你和 basement,都是韩国的朋友。然后呢,然后呢,来到中国还是我们最終的生活吗? 因为现在是最初的一件事,所以我会更有效。 如果有苦的问题,我会最好帮助。 所以有苦的问题。 如果有苦的问题,我认识不足。 我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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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听电梯的时候,秀尼好像变瘦了。 我认识不足。 因为那个时候,你不叫金包子吗? 大家都知道金包子,对不对? 我认识他打包不平。 我认识不胖啊,为什么叫包子? 因为包子也是小类包那种嘛。 结果这次看好又瘦了。 是有故意让自己别瘦了。 变成瘦包子。 不是! 是要变成脚子。 对啊。 那来到中国之后,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变? 中国活动,韩国活动,韩国活动。 你是想吃大概吗? 他是否在韩国,形式瘦包子就是室成k。 早就来吃 Hintercêtre。 因为大家本身就都有内容到, 野ép误通了。 所以我通常 group活动得很好的食物。 你里面是突然秘口汁说。 是或许慫是所以最喜欢吃了什么? 是火锅。 但是,你为什么喜欢吃海骨�z聊天时? 我尤其是来不是15�。 好,各位好朋友正在收看的是鲜辣麦克风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了XOM 就在北京广播网可以在线收看 同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XOM在中国 以及包括去韩国和任何一个地方 和K队合体的一些精彩表现 接下来就立刻进入今天的鲜辣大讨论 首先我们鲜辣大讨论第一题交给陆寒好不好 陆寒呢,这个鲜辣要换一个姿态 就不应该主持人家,就这样 陆寒平时都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就是很乖乖乔乔 然后那边家小弟弟 然后呢就可爱,卡外一萌 但是我觉得他那边应该是一个很man的人吧 陆寒,请你说出你们在座的当中 谁,就是谁比你man 我是man吧 就是有点像被逼上梁山的感觉 对不对 Chris你知道吗 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节目里面呢 你经常表现出一个特别酷 然后呢特别端庄 特别承门大气 我有吗 就一来之后整个场面就被你hold住 然后整个人都这样子 就时刻就感觉要拍那个沙龙照的感觉 对啊 那Lade他私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除了活泼 可爱 他一般就是 嗯 因为队长跟他一起在一起四年多了嘛 对 所以对他挺了解的 比方说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就特别 特别可能特别亲切那种感觉 然后呢Lade我刚刚说了 其实他这个性格很适合做艺人 然后呢经常私下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灵感上来了会进行一些创作啊什么的 对我经常进行创作 那你今天心情好不好 我需要先问一下 因为以免心情不好再衣服啊帽子飞过来什么的 特别好 那刚刚现场给我们来一个 哦创作吗 吉他小姐请上场 哇 要不唱普通朋友 然后小外子都帮我唱 好那我们就一起合作一首普通朋友 好 等待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 做你感情上的依赖 我没有任何的意外 这是爱 我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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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来一遍后 我无法继续普通通通 感情也那么深 叫我怎么发烧 等你说爱 你不用老让我自己唱 这边我的个人秀了 好好说 我的那个演唱会 不论你要自己唱 因为卖哥哥的声音特别好听 所以特别好 要不要下次就给我写一首 哦当然好 好不好好不好 我们可以跨界什么 cross over 好 我可以帮你写个词 对 然后精神默默的就成词 对啊 好的 那我们这个新加大口问的 还有呢 进行到的环节 到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 就除了我们有那个一面之缘 以及呢 有那个互动聊天那一次之后 然后呢 当时和后来 我看到你的一些表现 都不一样了 就你之前就是一个到啊 而已啊 但是为什么后来 就变成功夫攒打 你是什么时候变成熊猫的 具体有什么时候变成熊猫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只知道 这个功夫熊猫是粉丝给我取的一个名字 啊 啊 就是 嗯 然后粉丝如果喜欢这么叫我的话 那我也 OK 那再亲密一点的人呢 再亲密一点啊 就紫涛了 还是紫涛就没有一些 涛儿 VIP的 哦 涛儿 涛儿 那个保佳姨妈妈把我鸡皮疙瘩一操 这个名字好像除了我奶奶以外 没有其他人叫我 真的吗 因为我做电台很久了 但是呢 确实我年龄也不大 跟你们应该都年长了几岁 然后呢 我也是在北京 然后在北京台做节目 然后今天有一些活动通告 然后 一年 离山东很近 但是一年也不表演 也就一次或两次讲 父母也在上班 所以那种心情 那种观念 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我希望呢 就是奶奶 他们其实 因为奶奶 他们如果说身体能够一直健康 保持下去的话 就我就受罪了 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坚持有没有 就是让自己比如说 你觉得你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 我觉得干嘛 就是我现在干嘛 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 那怎么办 有放弃的时候 但一直就一直告诉自己 你如果放弃的话 你以前走过来的路 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还是 然后会想念 想我的家人 想公司给我的机会 想我以后的路 所以就 想一想这些东西 就会给我很大的动力 让我继续一直往前走 那我觉得 问问陈和秀民两位在 他们也是真正的漂泊的 对不对 之前是你们在西零年 非常辛苦 四位成员 那现在呢 花生你们来到中国 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 会想说 我在干嘛 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开始就像这些东西 没想到 那种想法 那种想法 没想到 那种想法 是 那种想法 和中国行动 或者 能唱到会有的地方 那种想法 还不能想到 但我猜倒是俠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鲜辣表演教室 那我们今天这个表演教室是为XOM量身进行做的 那克里斯介绍一下你会什么 我就是那个 我有一个logo 我记得logo是一个龙 所以像比较就是西方话有翅膀的一个龙 所以说能力是 可想来就是 我记得logo是一个龙 妈妈可不可以先告诉我 为什么人会变得不一样 但是听说我的美丽日子是真的存在过吗 我走往来应该要更多你爱着她 你给他一下飞翔的感觉好不好 好,action 这是演技吗? 对啊,演技大PK啊 好,准备啊 2012 XOM KRIS 神龙在前 现在 起飞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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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龙你在那个 MV里面 你的那个特异功能是什么 是 是 是 就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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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是 是 不想说 你有没有 我们的表演课堂 现在开始进行表演的环节 好 终做什么 表演课堂 表演 預備,GO! 朱涵,你真的會放電,我知道 要不要再試最後一次 一定要放電,一定要繃住我 來,開始預備 先啦,表演教室 表演 開始 好的,謝謝 我覺得陳很可愛 他自己是不是私下也是這種特別害羞的一個人 我跟他一個房間 他不會有什麼害羞 就挺放得開的 放得開的 那一個房間挺放得開的 你在裡面會有什麼樣的能力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那好 為什麼人會變得不一樣 那誰聽說過的美麗日子是真的存在過嗎 從我來應該要更努力愛著他 站著我來,誰一直保護他 接下來呢,進行的鮮辣表演課程呢就是 根據湯的良心定做的 靜止遊戲 靜止呢,三個字 就是你,我,他 接下來呢,我和湯呢會進行對話 裡面呢,不能含帶你,我,他 如果兩個人呢,誰先說出了你,我,他這三個字的話 就要接受懲罰 好 好 現在,Chris跟我們說開始 好 1 2 3 開始 泡河今天信息好嗎 很好 為什麼沒回山東了 很久 那 在韓國的時候,就是和那隊成員有沒有什麼 特別好玩的一些活動 很好 就是,舉個例子 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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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和 我說你了 不算了,三局兩勝了 好不好 來,再來,第二輪 第二輪 1,2,3 開始 泡 在K隊裡面 他最喜歡的人是誰 全喜歡 只能說一個 都一樣 一定有不一樣的地方 別逼 別逼 別逼誰 好了,打平了 好不好 今天這兩個人都不懂 好 那接下來呢 秀敏 秀敏,你在那個 專輯裡面的那個會的能力是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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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秀敏呢 在這裡面會的是那個 就冷凍嘛 對不對 那你的表演課程是什麼 題目是什麼呢 秀敏的表演題目就是 讓他模擬表演一下 如果被關進冰箱 會是什麼樣的表現 啊 啊 我是包子 冷凍館也是 冷凍館 的 好冷啊 我不像你講冷笑話 秀敏很可愛 秀敏 秀敏,你那個資料裡面說 喜歡就是那個女生嘛 對不對 都會有自己的喜歡 他喜歡的那個類型呢 就是那種可以給他安慰 然後一定要抱抱他的那種 對嗎 對 對啊,為什麼會喜歡就是一定要抱抱 是平時很少有人抱你是不是 我先抱 韜,你說什麼 韜,你說什麼 我現在很穿著男生 所以我太冷了 就不想吃了 我 我不想吃了 韜,我們是不同意這個觀點啊 對啊 對啊 當然,我不說 不,你一定要講 真的 時間不多了,快講 他到底怎麼不冷 那個 我們兩個 他在床上 對啊 他在問 那個床其實距離不是很大 對 然後我一瞬間我問他你在幹什麼 對啊 他就說 啊,跳星星咩 然後跳哥哥很不聊 然後有時候他問我 他問我 你,他問你在幹嘛 對 我說啊,星星咩,濃星星咩 很不聊非常無眠 對啊 然後他有時候我們倆會互相跑到他 床上只能一個床抱 抱在一起 抱在一起 就是 也不用就是 別想太那個,就是 就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 因為做主持人的思維會快一點 然後就會想到一些畫面 然後 是他的床多一些 還是你的床多一些 旁邊的人已經變成 不是,不是 他聽不懂了 每個星期應該有十次左右 沒有 一個月,一兩次 每個月都會有那麼一兩次 好 每個月都會有那麼一兩次 哦,好像還有雷 雷,快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Logo是獨角獸 然後 對,是可以治療一些東西的 對,他的那個動作就是這個 教我們怎麼做 哦,還有這樣子 那個 那個手還有這樣 對,叫撩波的感覺 對 是能夠治療一些生物的 一切生物 有這樣 不再看彼此的眼神嗎 不再對我講話嗎 好,我們今天的鮮辣表演 就是正式開課 那在今天呢 雷同學來到我們現場 他又是可以治癒別人 有治癒功能 治癒系的一個代表 那不得不讓他呢 好好治癒一下 剛好那時候做過我們節目嘛 那不妨我們兩個就換角色 讓他當一回DJ好不好 讓麥同學變成了 XOM的麥同學 對,XOM,還蠻搭的 歡迎光臨鮮辣麥克風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雷 好,我們接一下場外的熱線 我跟妳講是這樣的主持人 就是我最近呢 我看到了一個MV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MV裡面呢 哇塞,妳的那個 就是妳知道 那裡面那個每一個人 就長得太好看了 我就心裡就開始就 你知道就怪怪的 你知道嗎 我會想說他們每個人 為什麼長得那麼好看 同時他們又會唱歌又會跳舞 我覺得我這種盲目的崇拜 我覺得心裡有問題 因為我平時不這樣 我平時超級高 其實我覺得 你知道有個藝人叫Chris嗎 我平時跟他一樣 對,我們表情都是一樣的 就是特別高 你知道整個那個 其實我覺得吧 就是如果妳有這方面的夢想的話 電話 如果妳有這方面的夢想的話 一定要朝著夢想努力 我在努力啊 我每天都在練歌啊 對,一定 因為機會一般都是給我準備的 我們就這樣 你看我每天都會唱這樣的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公司也不選我 這個 也 加油吧 繼續努力吧 我覺得只要努力 就會有成功的那一天 好,謝謝 哇 今天呢,我們的這個鮮燃麥克風呢 DJ麥同學和眾多好朋友一起呢 分享了XOM的音樂世界 包括呢,生活很多不一樣的感覺 其實呢,通過我們今天的一些小遊戲啊 小互動啊 包括音樂的介紹 都是希望各位好朋友 可以呢多多來關注我們這一支 雖然很新 但是已經很火紅 非常的有氣勢 而且呢,非常努力的一支團體 但同時呢,包括 在遠在韓國的那六支 K隊呢,他們主要也很優秀努力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給他們應援 多多的鼓勵 那再次感謝各位同學的收看 在最後呢,讓每一個人 向大家說一句話吧 這次能夠回到國內的活動 非常開心 然後跟大家有 快一個月沒有見面了 也有很多 也希望通過這個節目呢 認識更多新的朋友 也希望你們能夠喜歡你們 都很喜歡我們的音樂 然後我們也希望能夠在 能夠去到國內的各地 或者世界各地的你們見面 謝謝 謝謝 真的很開心又回到中國 特別想念大家 I love you 要說點不一樣的 看我對你真的就最看好你 就是你知道 就山東 難免會偏袋一些 那個 因為我們隊裡面有兩個韓國人 一個是陳一個是秀民嘛 然後 他們其實來到中國這邊真的很辛苦 然後 語言 然後現在也在學很累 然後練習也要跟我們一起練習 然後可能有時候會比我們 跟我們一樣會 甚至會比我們更想那些他們的家人 然後我希望我們的歌迷呢 也能給他們更多的支持和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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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們 我也愛你們 沒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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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次 謝謝大家 對我們的支持 然後我們會繼續努力 展現更完美的舞台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關注我的 支持我的 謝謝 好 항상 팬 여러분들이 저희XOM 지켜봐주셔서 너무너무 감사하고 저를 너무너무 사랑해 주셔서 너무너무 감사하고 앞으로 앞으로 활동도 열심히 할 테니까 많이 지켜봐주세요 我愛你們 謝謝 謝謝各位好朋友 繼續關注我們的節目 可以在北京廣播網 以及呢 我們的新浪微博 包括呢 繼續關注XOM 他們的官方的微博 接下來我們有會一系列的活動 包括我們在這裡要預告一下 我們的 My Home 愛心清明會呢 要為你們來啟動啦 所以在這裡 你們大家一定要多多的關注 包括XOM 在進行來 中國的這個清明會 My Home 選演會 可以他們站台 力度他們幫他們做這個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注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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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